大家好,在夏季这个杜鹃花特别容易出现烂根的问题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这个杜鹃花是出现了烂根呢 其实在它烂根的前期呢,它会释放一些信号 我们注意辨别这些信号就可以了 懂得抓住这些信号的话,有能够很准确的抓住它是不是准备烂根了 烂根之前呢,就给它做好处理呢,就能够很大程度上挽救回来 第一个就是明明这个盆土很湿润 但是这个叶片呢,就开始出现干枯的现象 那么就证明它的根系已经开始出现腐烂了 我们这时候就应该要重视了 不能够再拖及时的给它做一些防治 第二个就是这个莫名其妙的掉叶子 而且是大面积的掉叶片的时候呢 就可以证明这个杜鹃花是出现了根系方面的问题了 第三个,发现它这个静干的开始出现有一些发黑的现象 那么这个时候它的这个表皮呢,已经开始腐烂了 出现了腐烂的症状 那么这个杜鹃花呢,就已经是准备要出现烂根的情况 那么现在呢,我们是已经懂得了如何去辨别这个杜鹃花是否出现了烂根 我们又应该怎样去救治它呢 因为刚开始出现症状的时候,一般都是前期症状 我们就可以给它使用这个二霉林去给它杀菌消毒 植物烂根的大多数都是因为细菌感染而引起的 我们用这个二霉林来给它浇一浇就能够起到防止根系腐烂的问题了 直接把它和清水对稀释之后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它浇到这个花盆里 那么这个杜鹃花它烂根的症状呢就能够被及时的遏制挽回我们的杜鹃花 植物烂根大多数都会有前期信号的 我们只要注意观察它就可以知道这个前期信号到底是什么了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